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一亮 我是一个生活时尚类的业余博主 目前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做一名工程师 但是我在业余时间非常爱做很多的功课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频道能够把自己做的所有功课 都好我把它分享给你们 希望跟你们一起越来越精致和越来越快乐 好 那么接着上一期的内容 上一期给你们分享啊 这个孕早期的产检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那么这一期就自然而然的想要聊到 这个孕中期的重要的产检 还有就是主要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时间线的一些流程 那么和孕早期不同呢 妈妈就会更加关心和关注胎儿的生长和发育情况 那么在孕中期的时候呢 也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检查 然后这两个检查也是我今天想讲的重点内容 一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anomaly scan 还有就是glucose test 在国内这两个检查应该被叫做 大排基和妊娠糖尿病的测试 这两个测试在孕中期应该算最重要的两个测试了 而且是很多孕妈妈都非常担心的两个测试 因为大排基基本上就是确保你的宝宝是健康 没有任何畸形的 那第二个妊娠糖尿病主要是针对妈妈自己的 就是确保孕妇本人是没有这个妊娠糖尿病的 所以这两个测试呢 其实很多孕妈妈听到都会非常的担心和害怕 那今天呢我就想根据自己的经历来帮你们回顾 还有总结一下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测试 我们之前提到了孕早期是在13周之前 在13周之后就恭喜你已经进入到孕中期了 这个时候其实胎儿已经相对非常的安全 那你也不用担心可能胎儿会有很大的概率 会有流产的风险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尽情享受 因为孕中期真的是怀孕整个过程当中最舒服 以及最享受的时间 我们孕妈群里面的很多孕妈 不管是孕早期还是孕晚期的 都会非常羡慕孕中期的孕妈妈们 因为这个时候你就会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正常人 而且你的胃口会变得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是想控制体重或者控制胎儿的体重的话 那你一定要确保你在孕中期的时候 不要吃过量 就是不要吃太多的不健康的食物 好那么说到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 就是继续来说这个产检 那大概在第15周到16周的样子 你会进行第三次的产检 这个产检其实就是非常普通的normal的visit 所以和之前分享的流程大概是一样的 就是护士会帮你测你的血压 还有你的体重 然后OB就会帮你听把握的心跳 通常这个时候是不会有任何笔抄的 那听心跳的时候呢 OB就会问你有没有什么concern 你这段时间有没有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然后之后OB就会告诉你 接下来的非常重要测试 就是叫做anomaly test 就是大排机的测试 这个大排机的测试 它会给你详细讲解是一个什么基本的原理 包括你如何去预约 那整个第三次的产检 包括最后这个大排机的讲解呢 可能都会非常的短 一共可能就15分钟左右 那我个人呢 其实在大排机之前还去了一次医院 那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在第三次产检的时候 我的OB告诉我大部分的绿妈妈可能都是在18到20周的样子会感受到胎动 那对于胎动来说呢 我当时觉得是挺神奇的 因为我自己从来就没有感受到什么是胎动 是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我看到我们绿妈群里面很多妈妈 大概在17 18周的样子就已经感受到了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还有点着急 而且我也确实不知道我自己的宝宝到底怎么样 因为毕竟又有快一个月没有看到他了 没有听到他的心跳了 那我当时就有一点着急 因为已经快接近20周了 所以我就给OB发了一封邮件 就是这个Nurse Practitioner 他是帮助这个OB回复邮件的 所以他当时看到我的邮件就知道我的急迫的心情 然后就帮我额外加了一个腹部的笔钞 那我就有幸在大排机之前 还去看了一次这个宝宝的样子 也就是我说的这个腹部的笔钞 当时这个NP他就给我检查了胎儿的心跳 还有胎儿的一些情况 然后他说都非常的正常 非常的健康 没有感受到胎动也是完全正常的 因为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 有的人可能实习18周 甚至更早就会感受到胎动 那有的可能是在更晚 甚至24周才感受到胎动 其实这个胎动呢 不仅仅是跟郁妈妈的敏感程度有关 还跟你的胎盘位置有关 如果你的胎盘位置可能比较靠近这个肚皮 就是接下来我也会提到就详细的解释 那你可能会感受到会比较明显一点 因为你的胎儿的膜动还有运动 可能会跟你的这个肚皮比较接近 那如果你的胎盘位置比较靠后 那可能你就不是很容易能够感受到 所以如果就是像我一样 有一样concern的郁妈妈们 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感受到胎动 千万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 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range 就是可能18到这个24周之内 都有可能出现 所以千万不要担心哦 好那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非常重要测试 就是anomaly scan 就是国内所说的大排机 其实大排机的检查 可以在18到20周之内进行 但通常我们这边 基本上都会安排在20周左右的样子 因为这样跟上一次的产检 基本上又是相差四周 所以是一个比较reasonable的时间差 总体来说呢 这项检查花费时间会比较久 大概在30到45分钟的样子 当然要取决于你的宝宝是否配合 因为这需要这个当时帮你做这个超声波的这个济师 他能够看到所有他想要检查的部位 那如果有些部位他没有检查到 比如说宝宝一直都不动 那他可能就会需要你再进行下一次visit 然后他需要检查完所有的部分 他才可能算做大排机检查结束 那这个超声医师呢 我们这边叫做Sonographer 他就会检查胎儿的每一个部位 详细到了各个他的类部的肋脏器官 看胎儿发育是不是畸形 是否有脊柱裂 心脏问题 或者是有任何的畸形问题 还有胎儿的重量大小 头围 还有腹围 还有包括你的养水的情况 他都会给你检查 那同时呢 如果你之前没有选择做NIPT 还不知道宝宝的性别 他们也会问你是否想知道宝宝的性别 或者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宝宝的性别 这样他们在给你看这个图片 或者是讲解的时候 他们可以有地放失 就如果你不想知道 他们会不告诉你这个信息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 他们会给你看胎儿的性器官 然后告诉你这是他的这个性器官 然后告诉你他是女孩还是男孩 所以如果你没有做NIPT 你最早知道你胎儿性别 应该是在大排机的这个时候 也就是在20周 大概5个月的样子 那接下来讲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经历 其实我当时是在第三次产检的时候 OB就会refer我到另外一个很大的lab 做这个测试 因为这个测试其实相对用到 仪器会比较的高级 那我OB当时所在那个医院 是没有这个仪器的 那我当时就会refer到了 我们这边这个另外一个很大的lab 做这个测试 我提前就给他们预约好时间 那在预约时间前几天的时候 他们那边的NERS 就会给你们发一个message 然后里面就包括了一些注意事项 那总体来说呢 大约就是在你去做检查的前一个小时 要清空你的膀胱 然后再喝下至少16盎司的水 然后在半个小时之后不要去厕所了 之后就去这个lab做测试 到了这个lab之后呢 护士通常会还是会给你做 常规的这个测血压 还有量体重 之后这个sonographer 就会把你带进这个超时 然后就会给你讲解 今天的一些流程 大致情况就是sonographer 会花大概半个小时 仔细的检查胎儿的每个部分 然后给你解释 然后到半个小时之后 他就会把这些image还有result 都传给后台的一个医生来看 然后医生在过了大概五分钟之后 他就会过来给你讲解 你所做的这些测试的一些结果 以及会不会有什么concern 包括如果你像我一样抽了这个 second trimester的血 他也会在这个时候告诉你结果 如果你就是没有任何concern的话 一般这个医生过来给你讲解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短的 大概就是十分钟不到的样子 那因为我当时宝宝非常非常配合 所以B超师就非常顺利的看到 他想看到的所有部位 包括宝宝的头 心脏 脑 还有他的肾 肺部 还有他的四肢 还有他的脊柱裂 还有他的性器官 所有各个部位他都要检查 然后他都会告诉你是否正常 是否健康 当时很好笑的是 就是那个B超师 他还开玩笑的说 Don't move yourself Because your baby is moving a lot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宝宝真的还蛮活泼的 我觉得当时也蛮开心的 因为我真的在那 坐了半个小时当中 根本就没有移动一下 基本上就是躺着不动的状态 那我个人呢就觉得 其实这个最关键的就是 询问宝宝每个部位的器官 是不是正常 还有就是他的重量 还有头位这些东西 当然重量和头位之后 都会发生变化 不过我觉得 你可能会想要知道 现在你宝宝大概多重了 是偏大还是偏小这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下 你的Sontographer 就是你的胎盘位置 因为我觉得这个胎盘位置 很多人都会忽视 但是真的还挺重要的 那通常来说呢 比较好或者比较正常 胎盘位置是有三种 一种是胎盘前臂 一种是胎盘后臂 还有就是胎盘侧臂 胎盘前臂 顾名思义就是说 你的胎盘的位置 是在子宫的前面 所以它是比较接近肚皮的 那么通常这种胎盘的位置 它会是比较容易显怀 就是你的肚子会显得比较大 然后你可能用晚期的时候 会比较辛苦 因为你肚子太大了 运动不是很方便 但是如果你是胎盘后臂的话 那就与之相反 你的胎盘是在 你的子宫臂的后面 所以相当于你是比较靠近 你的背部那个地方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能就没有那么显怀 所以你在用晚期的时候 也不会有像胎盘前臂的妈妈 那么辛苦 那胎盘侧臂 就是说胎儿的位置 是位于子宫的两臂 这种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一定要对比 这个安全性的话呢 其实胎盘后臂 会比胎盘前臂会更加好 因为胎盘前臂 它是更加接近于你的肚皮 所以如果发生意外 可能会直接就伤到了胎儿 但是如果胎盘后臂的话 它可能就会有一个缓冲的作用 但是呢 again这三种情况 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胎盘位置 所以不用过于担心 那如果有一字之隔 如果你的胎盘是前致的 请注意 胎盘前致和胎盘前臂是不同的 那就是另外一码式了 而且是一个 比较有风险性的胎盘位置 因为胎盘前致代表的是 胎盘下缘达到或覆盖 宫颈肋口 是一种比较危险的胎盘位置 那一般来说呢 都是以两厘米来作为标准 所以如果你是高于两厘米 那你就不是胎盘前致 如果你是低于两厘米 一般他们都会认为你是胎盘前致 这个是可以在大排机里面检查出来的 然后我们郁妈群里面 她之前都不知道 但是检查出来 她就是胎盘前致 所以当时必超师就非常担心的跟她讲 就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你在32周和36周是两个checkpoint 如果你这两周 你的胎盘位置 还是没有长到高于两厘米的话 那你很可能在36周的时候 就需要提前剖腹产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胎盘前致的话 到时候胎儿如果长太大的话 那你很可能产妇 因为就是deliver的时候 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 所以就是对妈妈是有生命的危险的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胎盘前致是一个 非常令人担心的一个位置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就一定要给你的OB多沟通 就问一下她的意见 还有就是你的生产计划 那这个大排机结束之后呢 B超师会给你大概5到6张的照片 然后还会给你一个DVD 供你回去和你的家人分享 那整个大排机的过程呢 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OB可能也会给你review一下 你的结果 如果没有任何就是concern的地方 那就恭喜你过了这个milestone 好那之前是20周的情况 那我们接下来再聊第四次产检 也就是24周的情况 24周产检其实也是一个regular的产检 所以还是跟之前一样 听心跳跟你回答疑问 那因为我当时呢 想早一点做这个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 非常重要这个 妊娠糖尿病的测试 因为这个糖尿病测试 其实是在24周到28周都可以进行的 那据说呢 其实越早做会通过的概率会更加高 所以我当时就想说 在24周当天就可以去做 正好可以和这个OB的VD连在一起 这样的话也可以节省时间 因为你妊娠糖尿病测试 不管是三小时 还是我之后会讲到两小时 它都是要在就是喝完糖水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 要抽几次血 所以这几个小时中间呢 你其实是可以去看OB 那进行一次这个regular的check 这样的话会节省一次去医院看OB的时间 所以当时我的计划就是 在24周产检的时候 同时去做这个glucose test 好 接下来我就要详细讲一下这个glucose test 就是国内所说的妊娠糖尿病测试 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测试 都会觉得非常的担心 因为觉得可能自己饮食没有那么健康 或者是自己平时很爱吃 有关糖的东西 不管是甜品 冰淇淋 奶茶 或者是任何跟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东西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因为现在科学研究表明 其实你吃这个糖的含量 和你是否患有妊娠糖尿病 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而它代表的仅仅是 你在孕期中间 你的激素上升了之后 你代谢糖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代谢糖的能力是OK的 是超过这个他们最低的这个标准的话 那你的孕糖就不会高 就算你吃了很多糖 但是只要你的代谢能力是很好的 其实你就不会有这个妊娠糖尿病 那相反呢 如果你代谢能力不好 就算你吃了很少糖 可能你还是会被判断为是妊娠糖尿病患者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tricky 千万不要认为你真的是 提前一个星期吃减脂餐 或者是提前一个星期戒糖 你就可以avoid这个 得这个妊娠糖尿病的风险 我觉得主要是跟你自己的自身的代谢能力 是有更大的关系的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非常注意 这个妊娠糖尿病的测试呢 主要是因为妊娠糖尿病的存在 会对妈妈和胎儿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先说来对妈妈的一些影响 患有妊娠糖尿病的孕妇呢 可能早产率会比较高 然后她孕期容易出现养水过多 并且她的生产的这个流产率也会比较的高 然后对于宝宝来说呢 就是她容易长得过大 然后不是很容易出生 新生儿低血糖或者出现黄胆等各个问题 所以对于孕妈妈和宝宝来说 有妊娠糖尿病都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一个疾病 那你们也千万不要就是觉得很担心 因为现在妊娠糖尿病其实比例不算低 大概有10%左右 所以他们在这个营养师的建议下 通常都可以很好地控制血糖 而且就我刚才上面说的这些风险性的内容 都是概率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就算你有妊娠糖尿病 也不一定会出现上面这些极端的情况 但是呢妊娠糖尿病还是会对宝宝还有孕妇会产生一定的伤害 也没有非常明显的症状 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glucose test来检测一下 到底孕妇对这个糖的代谢能力如何 这样就会控制她之后的这个饮食 对她之后的饮食做一些建议 好那我接下来分享一下这个glucose test的检查过程 在美国这边其实检查它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就是one hour或者是three hour test 另外一种就是two hour test 这个one hour和three hour test是一个connected 就是通常来说你会去先做这个一个小时的测试 这一个小时的测试呢你是不需要空腹的 基本上就是你提前一个小时之前吃一点少的食物 通常大家会吃一些鸡蛋啊这种比较好消化的 然后就去lab去喝这个大概50克的糖水 然后喝完之后大概一个小时就会去抽血 来跟这个标准值进行对比 如果是低于140毫克美DL 那你就通过了这个测试 如果是高于的话那你就要进行下面的三个小时的测试 然后通常来说好像很多人都会在一个小时这个测试上fail掉 我觉得他们就是尽量有更多的force rejection 然后到了这个three hour test的时候呢就会比较normal 但是这个过程就会更加的长 顾名C就是要经历三个小时的测试 而且这个三个小时测试之前是要有至少八个小时的空腹 然后去了这个lab之后先抽一次这个空腹的血糖 然后再喝100克的糖水 然后之后每隔一个小时就去抽血一次进行测试 这样就一共有四个结果 那如果你有两个fail掉了 那你这个测试就fail掉了 如果你只有一个fail掉了 那一般来说OB就会建议你就是之后会注意一下饮食 但是你还是通过了这个测试 所以其实你们可想而知 你在空腹的状态下 然后喝100克糖水 然后又要三个小时不能进食 又不能喝水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孕妇都会有这种呕吐 还有恶心的情况出现 那一定要注意呢 如果你当场呕吐出来了话 那你可能要重新进行这个测试 因为他们中途是不允许有任何呕吐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觉得不舒服 一定要忍一忍 要不然你要重新进行这样一个测试了 那我个人也建议 如果你是就是进行这个三个小时测试 最好是带一些energy bar 或者是这种比较能够补充血糖的零食 在你测试完之后赶紧服用 这样的话呢 可能你的不适感会稍微减轻一些 好 那接下来就说一下这个第二种 就是two hour test 其实跟三个小时是一回事 但是不同之处就是 这个两个小时测试缩短的这个流程 相当于是只有三次的抽血 然后喝了糖水也是75克 就是介于这个一个小时和三个小时之间 然后你喝完糖水之后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要分别进行检测 但是和三个小时不同的是 这三个血液的血糖含量 都要保证是在它的这个最高值之下 如果有任何一个超过了 那你这个就相当于是没有过 好那接下来再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 当时我给你们提到了 就是我是24周整的时候去做的 然后我当时其实一点都没有担心 或者很害怕自己不过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是饮食还是比较健康 然后我觉得我糖代谢能力应该也还不错 然后再加上我又平时有运动 所以整体来说我没有很担心自己过不过的问题 但是我没有一想到之前我以为的75克糖水 真的就是75克糖水 但是后来发现它指的是75克糖 然后整瓶糖水大概有300毫升 然后当时我看到那个橙汁的时候 因为很多妈妈还说挺好喝的 可是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实在是太甜了 就对于我这种可能平时在外面喝奶茶就喝无糖啊 或者是最多30%的糖来说 那个糖水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的甜腻 所以我基本上是10个小时空腹的状态 然后又去喝这个糖水 虽然是喝完了也没有什么恶心和反胃的症状 但是当时我真的是发誓 我再也不想喝这种橙汁的果汁的水了 因为真的把我甜熏了 甜的我就要晕过去的那种感觉 后来我喝完糖水之后我就去煎了OB 然后正好一个小时之后过来抽第二次的血 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内我就去抽了第二次的血 那抽完三次血之后测试就结束了 我觉得结果出的还挺快的 反正当时我那个lab大概是几个小时就出了结果 下午我就看到了我检测结果 三个数值都是在这个最高值以内 所以我是非常完美的pass了这个检查 但是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糖水 实在是太甜了 那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自从24周到现在快31周的样子 我真的再也没有喝过任何这种甜味的水 包括奶茶 就我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喝过奶茶 也没有吃过这种蛋糕的东西 可能真的当时给我的心理阴影实在是太大了 不过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也是一个好事 就是帮我克制了对甜的渴望 本来我还是那个就是会克制自己喝奶茶的 可能一个月我会喝一杯 但是现在看来真的不用克制 我就不想去喝 好那如果一旦你是被确诊为这个妊娠糖尿病 千万千万不要方丈 也不要觉得是世界末日 你还是可以吃你爱吃的东西 还是可以吃水果 但是可能就会有一些限制 你的OB会refer你去一个这个糖尿病专科 有一个营养师会专门assign给你 然后他会告诉你他们建议的一些食谱 还有你每天需要就是补充的一些营养 但是呢你可能每天是需要扎手指了 因为他是通过自己在家里扎手指来测量你的血糖含量 一日三餐他都需要测量 所以他就是为了确保你一日三餐吃了之后不会爆血糖 那你吃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碳水的东西 可能就会更多的高蛋白的东西 因为这种是比较适合来保持你的血糖的稳定的 那通常来说呢以下是五个非常general的物 第一个就是少吃多餐 如果你原来一日吃三餐的话可能可以改为一日吃五到六餐 比如说下午和晚上都可以有一点点零食的加餐 那第二点就是以蒸烤煮的烹饪方式为主 尽量少用油尽量少用炸的方式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些蔬菜水果可以多吃 我指的就是这些比如说黄瓜或者小西红柿这种蔬菜类的水果 这种呢可以帮助你维持血糖 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比较好 第四个呢就是牛奶和酸奶类的制品 要选择这种低脂的然后低糖 那牛奶呢可能一次性最好不要喝超过8盎司 那第五点呢就是注意这种甜品啊还有蛋糕啊这种高糖的一些食物 还是要尽量尽量避免 如果实在是特别想吃了 那你就一定要在你这个你能够消化的比较快的时间吃 千万不要在晚上的时候吃 那个时候可能消化的就非常的慢 以上呢就是我想给你们分享的glucose test的一些过程 还有个人的一些经验总结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好那今天呢关于在美国孕中期产检的一些流程 还有这两个重要测试都给你们介绍完毕 希望对即将进入孕中期的妈妈有所帮助 那如果你们对美国怀孕生产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内容 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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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